台灣與柬埔寨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所以也特別需要政府與民間通力的合作 來共同救援我們受困在外的國人 昨天我也特別強調 外交部過去幾個月的聲明重點是完全的錯誤 怎麼會反而去質疑發出聲音的網紅 我們政府的角色又應該在哪邊 其實民主社會的可貴就在於 我們的政府可以被監督 立法委員為民發聲 政府也應該從善如流 所以我們看到外交部的發言人 其實表示說感謝網紅 好棒棒與各界的協助救援 政府與民間要團結一致 群策群力來努力營救國人 向犯罪組織宣戰打擊詐騙集團 外交部改口了 我們固然也是肯定 但是我們的政府到底又是怎麼看待 柬埔寨人口翻譯的事件呢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到昨天為止都沒有一篇 關切人口翻譯的臉書貼文 或者對外的聲明 民進黨的網路社群中心的副主任 甚至在表示 這位網紅外表醜內在又垃圾的耳男 憑什麼來罵外交部 我想營救國人的關鍵時刻 作為全國人民代表的蔡總統 卻在臉書的發文或聲明上顯示默不關心 甚至民進黨中指揮後還表示 選舉倒數一百天 行政團隊跟選戰團隊都要動起來 難怪我們的新竹市長參選人沈慧紅 可以公然來濫用市府的資源拼選舉 原來這就是所謂的上景下效 柬埔寨的人口翻譯 這是東南亞的中文詐騙 所以受害者他不僅僅是被當成租宰 人口翻譯的受害者 還有千千萬萬身家財產被詐騙的台灣人 或許這些受害者他的身體沒有受傷 但是一輩子的辛勞乃至於全家庭的生活 就這樣沒有著落 我想政府都應該來積極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此也呼籲總統府 行政院警政署金管會NCC 還有其他的相關監理單位 必須慎重且立刻處理詐騙的問題 跨部會的提出解決方案 消滅詐騙廣告才能夠從根本來解決 這麼嚴重的台灣詐騙問題